馬上看到桃園八德合一住宅弊案 今天出現了重大突破 擔任全案白手套的台科大設計學院前院長蔡仁惠 提訓的時候非常配合讓案情有大幅進展 檢察官當庭同意讓蔡仁惠轉為污點證人 而檢察官偵辦桃園八德合一住宅弊案 也發現桃園縣前副縣蔡葉士文 在林口A7合一住宅的招標案當中 用相同手法透過白手套蔡仁惠 向建商探尋有沒有意願承攬 在伺機所惠 而檢方今天也再度提訓蔡仁惠 對於林口A7的招標案幾乎是有問必答 甚至還請學生帶著資料當庭程給檢察官 檢察官已經同意依照證人保護法 讓蔡仁惠轉為污點證人 並且考慮讓她停止羈押